肝眼症,失利模糊,近视,双眼无神怎么办呢 作为药剂师呢 今天我要跟你们总结以下几种护眼的营养成分和热肠需要注意的事项 还你们一对漂亮的眼睛 记得收藏起来 第一,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可以防蓝光 还可以维持眼睛的健康 每日服用10毫克叶黄素和2毫克的玉米黄素呢 还可以减缓老年性黄斑 你们可以多吃含有这些营养的食物 比如玉米和南瓜 第二,鱼油 鱼油的Omega3可以让眼睛保湿,减缓眼睛干涉,炎症 同时间呢,又可以改善趋光度 建议你们多吃三文鱼,经常鱼 第三呢,是维生素E 它是属于一种抗氧化剂用来保护眼睛 你们可以多吃芹菜,西红柿 第四,维生素A 它是构成眼睛感光物质的原材料 缺乏这种营养的话呢 眼睛对弱光的感受能力就会下降 那么含有这种营养的食物呢 就是动物的内脏啊,西兰化等等 第五呢,是C 英文叫Celinium 主要是用来调节眼睛的内压 提高视力 还有保护视网膜等等 鸡蛋啊,菇类啊 这些食物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老实说叻 每日吃含有这些护眼营养的食物 还是比较麻烦的 假如你们要寻找以上成分的产品 那么我可以推荐你们这一款 Bright Eye真月木鱼油叶黄素 因为我本身是在吃这个 这一款呢,含有黄金比例5跟1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而且有高含量的鱼油 Omega 3和海藻油 再加上维他命A,伊核塞等高抗氧化剂 非常适合眼睛干涉 疲劳,模糊,非纹症,近视 或者想保护眼睛的朋友 我自己呢,早上饭后一天一刻 服用了两个星期觉得我的眼睛没有那么的干涉 还比较有神哦 而且这个是国内优秀中山眼科医院 隔间教授认可的产品 可以放心吃哦 那,那么除了补充眼睛营养之外呢 这四样热肠事项你们也要注意的哦 不要等到出了事情你们才后悔 不要躺着玩手机 尤其是窝在沙发上我知道很舒服啦 不要关灯玩手机,很容易有清光眼 不要用手揉眼睛 因为手上有很多戏剧 看电脑看电话眼睛累了 不要用冷水去洗脸 因为这样子会加重眼睛干涉 最后呢,我就要祝大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些眼睛 假如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留言我们再一起讨论吧